今天好傳聚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Nike 與萬代聯名推出的 Nike SP Nike SP Duncan系列的 Dunker,Dunker系列的 獨角獸鋼彈,然後是獨角獸鋼彈1號機的 然後可以跟右邊的這個 12生肖盒子比較一下 基本上跟12生肖之前本人去 請人家代購12生肖 比較起來其實是差不多大小的啦 那就直接分享給大家看裡面的內容物 我一直以為它是單純的跟Nike合作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所謂的SP SP是所謂的滑板的意思 之前沒有看 所以還真的沒有什麼在留意 那 這是魂限定的商品 說真的 本人運氣還算不錯啊 因為這一組 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都是只搶到一隻 黑色或者搶到 就是女妖 或者是搶到一隻白色 就兩者只會搶到一個 那本人運氣還算不錯啊 兩款都有拿到 那就廢話分享內容給大家看 盒子本身 給大家看一下 它盒子是斜切的 這點也蠻微妙的 我本來以為它會分開切 它盒子是這樣子 然後側面這樣子 Nike 基本上從盒會來講 我覺得看不太出來是鋼彈的盒子啊 質感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 就是一直拉一直拉 我懂它的盒子 它盒子的設計是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 它盒子的設計是像這樣子 它可以拆成三個部分啊 裡面的一個 本身的這一個 它可以拆成像這樣子 有點像那個獨角獸 鎧甲的那個 鎧甲的那個 裂甲方式啊 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的內裝是這個 它的精神感應盔甲的塗裝 然後盒子是這個 這樣還不錯拉 這樣子 我在想說 為什麼它要做這樣的設計 然後才想到 對 它是獨角獸 所以它才會設計成這樣 那盒子先放到旁邊啊 盒子 基本上的巧思 基本上已經出來了 那裡面 一張 紫卡 然後就基本的設計啊 跟那個生效比較起來是差不多的啊 就是 手是可以換的 手掌可以換 那可動性 我想應該也是差不多啊 那最大的特點就是 所謂的腳 它腳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它腳的部分是穿 是所謂的 Nike SP系列的那個 球鞋啊 應該說滑板鞋 這應該算是滑板鞋啊 這樣子 本身合繪這張 我就覺得還蠻好看的 另外一面這樣 那就 裡面 拿開 保麗龍 所以正面是 喔 欸我拿錯 翻錯面 感覺有點 登登登登 喔這畫面真棒 為什麼覺得好像比12生效比較小了一點 先把保麗龍放到旁邊 目前來講 還不錯 那網路其實我已經有看到有人在轉售 其實蠻快的 轉售價也蠻驚人的啦 大概五千 五千多還是六千多 那 武器的部分 它就是直接組裝上去嗎 好像是這樣子 武器的部分 喔它手是直接 武器 它的光速部下部分 是組裝在手上啊 那 先把保麗龍放到旁邊 來 武器的部分也可以看 光線 來 獨角獸 獨角獸的槍是這樣子 然後是跟手臂是固定在一起的 上面 然後盾 盾是已經是這樣子的 然後盾是可以組裝在這裡 卡榫這裡 然後是可以 等一下是可以裝在手臂上 所以它手臂上是本身是沒有孔洞的 那 從上面看 獨角獸的部分 它的腳是不是好像 等一下 發現一件事情 它後面的塗裝腳 後面是白色的 這有點可惜啊 後面是這樣子 其實巧思還算多喔 那手臂可動範圍 可以看到 跟那個之前的蛇神像一樣的問題啊 它本身的頭 會擋到它自己的可動範圍啊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會卡住 所以稍微留意一下 你動的時候可能稍微留意一下 可是久了 我跟你講 它這種 應該算是一種軟膠的材質 久了可能會刮傷 而且 影片中可能感覺不出來 它其實 它本身有一種 剛打開有一種塑膠的味道 那本身塗裝 除了這邊有SP的塗裝 這邊有Nike SP的塗裝以外 重點 就是這兩雙球鞋啊 給大家看一下 球鞋本身 因為說真的 一旦真的沒辦法買啊 我要去台北 我也沒辦法去特地去排這個隊啊 隊委員太困難了 給大家看一下 它球鞋復原度 其實還原度也很高啊 正面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注意看 臉這邊 都有那個裙甲的感覺 然後這邊有Nike 注意看這邊有Nike的塗裝 然後側面 原本Nike的那個勾勾的標誌 直接變成那個獨角獸的那個天線的那個標誌 其實做的 目前來講 我個人覺得 很好啊 然後這邊有一個729的圖案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是有它的 算是剛硬的圖案 然後注意看它腳底的部分 Nike的鞋底 Nike SP的圖案 都有做出來啊 真的是一個 還原度很高的一個作品啊 側面 我才發現它其實 這樣看的話 你才發現 為什麼這邊有個衛生紙啊 對 為什麼這邊有個衛生紙啊 剛打開為什麼有這樣的衛生紙 它的頭其實沒有什麼那種 我們講的水貼的貼紙的圖案 反而集中都在 胸甲跟肩甲的部分啊 那 鍵的部分是不可以動的 頭是可以旋轉的啦 可是頭一樣有我說的問題啊 它本身的設計這兩個 光速鍵的部分 跟它的頭其實會有點K到 然後你看它的這邊 其實它等於可動性 它自己侷限它自己的可動性啊 反正基本上這種公仔 本身可動性都不是重點啊 反正它就是一個字 放在那邊就是帥 就是這樣 腿的部分 其實它是可以旋轉 但它其實旋轉範圍 它是那種塞進去那種 塑膠的關節啊 它的範圍其實等於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它只能這樣旋轉到這裡 或到這裡 它就會被它自己的關節給擋住了 其實可動範圍不高啊 然後我本人剛剛說的那一個 那一個紙卡 很帥的那張紙卡 其實是說明書啊 後面是 有講它的使用方式啊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有說明書 另外一面我剛剛應該有 跟大家看到 它說明書 就是 所謂的這一個 光速盾的 卡扣應該在這裡啊 它是直接扣在這裡 注意看它是一個 剛好一個卡榫 可以扣在左手啊 然後就把盾裝上去啊 然後給 因為我本人好像沒有收到它 獨角獸的 我有獨角獸 劉備啊 但是我沒有獨角獸 一般型態啊 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它跟一般SD鋼彈的差異啊 這是一般我們自己組裝的SD鋼彈 然後這是它賣的啊 然後 SD鋼彈應該就不拆啊 高度 大概就是24公分左右 從腳底到上面 那可動範圍 跟之前的那個 而且我才想到一件事情 它只有出黑色跟白色 那所謂我們講的 不死鳥金色 是不是 會在下一波推出 而且我們講的獨角獸 還有所謂的 精神全開方式的那個綠色 我個人強烈的懷疑 它這個系列會在推啊 因為 膜都做出來了嘛 相信大家也知道萬代 而且它的手 它的武器這個拳頭 蠻好拆的啦 然後就這一個 裝進去 太難塞了 放棄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不好拆 而且你看我的槍 它其實有點歪歪的 這裡有點危險啊 我就不硬塞了 還是塞 塞回拳頭 拔很好拔 不知道什麼塞不好塞啊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之前是整隻手臂的啊 為什麼它槍已經有點歪歪的啊 這點真的有點可怕 那等一下再稍微留意一下 這是 萬代與Nike聯名推出的一株 糖膠的鋼彈商品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能真的只能 等萬代他們自己推出再犯 或者是購買別人的轉售商品啊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最後